猎妈组合 神皇伴神或许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可旁边的未来女帝 能不知道吗 昔儿 你可曾听说过猎妈组合 面对神皇伴神的询问 黄熙公主心中五味杂陈 孩儿不曾听说 就是不知道 那个石羽 有没有把自己算入其中 此时 没怎么费力气的逼退金鹏伴神 石羽这边余力还非常充足 他见太阳神皇也一起来到了这荒郊野外 不由得想图个省事 现在 只有太阳神皇和黄熙公主跟来了 其余的图腾凤凰 都被太阳神皇下令留在凤凰帝国镇守 这个时候 孤人寡鸟的 现在不动手什么时候动手 神皇陛下 石羽微微一笑 大手一挥 将金鹏伴神的巨大的翅膀收入了一记空间 阁下 有何指教 太阳神皇的声音 就如同高高在上的女皇 此时还颇为威严 不过 他也感觉到了十一的不凡 倒也很客气 能量值 29亿八千万 巅峰凤妈 说强不强 说弱也不弱 不过 石羽他们这边 半神之战参与的可太多了 早就算得上身经百战 容我再详细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石羽 一个玉兽师 他是石铁兽十一 我的宠兽 石羽跟太阳神皇自我介绍起来 石羽 好名字 对了 阁下来我凤凰帝国做客 却让那个金色大鸟扰了阁下雅致 是我的过失 太阳神皇歉意无比 还请阁下不要见怪 我之前并不知晓 是那金鸟之子先招惹的阁下 如果知晓 定是为阁下主持公道 我向来佩服阁下这样的人族强者 不如 再让凤凰族好好招待阁下一番 小女黄熙 和阁下年龄到也相仿 肯定有无数话题可聊 另外 不知道阁下对凤凰族有没有兴趣 当然 我不是只吃 帝国内 有无数天赋出众的凤凰神鸟 如果能跟随阁下 双方缔结契约 相信肯定能成为阁下可靠的伙伴 太阳神皇见石羽的实力后 立刻示好 凤凰帝国的局势现在还算稳定 但太阳神皇清楚 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威胁 就是凤凰岛的凤凰族正统族群 所以 凤凰帝国现在需要更多的盟友 总之 不能再增加敌人 凤凰嘛 我当然很喜欢 不过契约就算了 我已经有了一个拥有凤凰族血脉的契约对象 石羽微微一笑 这 太阳神皇一惊 道 真的吗 凤凰族血脉 只有凤凰岛和凤凰帝国才有啊 嗯 就是他 石羽二话不说 直接召唤图阵 下一刻 肩膀落有迷你凤凰分身的剑姬赤童 从红色图阵中走出 红色发丝飘散 赤红眼眸平和的看着四周 看向太阳神皇 嗯 前一秒 太阳神皇还在沉默 担心石羽和凤凰岛有关 但是下一秒 他先后两次错愕 先是错愕石羽的御兽空间等级 八级 八级御兽师 是怎么契约的半神级战力 就算石羽是九级传说 其实也有些离谱 因为据太阳神皇了解 还没有一个传说御兽师 培养出半神宠兽 或许 石帝 五帝他们 都有希望 但可惜 这些人还没走到寿命极限 就因为种种意外死去 所以石羽这样契约半神的年轻御兽师 在太阳神皇眼里 格外不可思议 此时 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石羽竟然连传说集都不是 而只是一个八级御兽师 和他女儿一样 虽然他女儿黄熙也能跃及契约图腾 但那是因为混血 御兽师和宠兽血脉相近 而且 就算成功了 也仅仅只是跃及契约普通图腾战力 跃及契约图腾半神 在太阳神皇这个对御兽师研究很透彻的凤凰族专家眼里 非常离谱 当然 这些也只是短暂的吃惊 随即 更让他吃惊的是 石羽召唤出的这个契约对象 几乎是一瞬间 神皇半神 就感觉到了自己和他的血脉联系 他震惊地看着眼前表情平静的灵体见机 看向了他肩膀的迷你凤凰分身 蒙地匪夷索斯开口 你 等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你的血脉 你是希儿 这是他给木灰阴取的名字 神皇半神 一瞬间就判断了出来 眼前这个 正是千年之前 自己在无数实验品中 创造的最完美继承自己血脉的女儿黄西 他去寻找对方时 对方的血脉气息明明已经完全消失 可没想到 竟然在此地重建 虽然说 此刻变成了灵体 但是那股血脉之力 他是不会感觉错的 希儿 太阳神皇看到赤童的状态 瞬间知晓 对方的经历肯定非常曲折 当时自己没能找到对方 也情有可原了 你们认识 此时 石鱼也非常惊讶 他见神皇半神这么激动 不由地问道 这 这这 神皇半神何止激动 他感知着赤童那仅仅稍次于黄西的血脉之力 兴奋到了极致 这要是把希儿和希儿全部作为养分 他岂不是百分之一百成神了 可惜 希儿已经被人类预受施契约 而且这个人类 还强得离谱 这是神皇半神难以接受以及头痛的 他 她是我的女儿啊 太阳神皇不管那么多了 有着这一层关系 就算不吞噬这个女儿 但如果能与这个人类强者建立盟友关系 也是不亏 女儿 你确定 石鱼强调问道 太阳神皇道 他应该感知得到的 血脉之力不会骗人 乖女儿 还记得我吗 是母后我啊 赤童全程平静 丝毫没有反应 毕竟 他已经知道不死鸣凤创造他们的真实目的 也就是说 你是他的妈妈 石鱼道 橙红色太阳神火萦绕的神皇半神 振奋地点着头 道 她是我千年前遗失的女儿 女儿 母后找的你好苦啊 灵体 你竟然都变成了死灵 这些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我的错 太阳神皇激动地认着亲 不过猛然间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从见到石鱼到此刻 石鱼说过的每一句话 快速在他脑海中划过 女儿 母后 石鱼 猎妈组合 嗯 神皇半神语言戛然而止 看向了石鱼他们 眨了眨眼 你刚说你们 是什么组合 石鱼沉默 随即 说出了让太阳神皇近乎心脏炸裂的话 石鱼咧嘴笑道 原来你就是他的母亲啊 我契约他时 便发现了他血脉之力中的猫腻 这是一种可以被上级血脉压制且吸收的营养血脉 所以当时 我就觉得 他的父母一定不是好人 正因此 成立了猎妈组合 目的就是有一天能帮他解决隐患 看来 那个家伙 就是你了 石鱼话落 赤铜深呼吸一口气 红色发丝飘舞 手中一把红色的剑铃凝聚 小赤铜现在很感慨 石鱼 终于不是那么四处认妈的家伙了 从认妈变成猎妈 这期间 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成长 翁 赤铜召唤出诸仙剑阵 锁定皇之半神 规则剑阴震动 这一刻 太阳神皇彻底傻眼了 浑身如坠冰枯 准 准神迹 又一个 而且更让他傻眼的是 石鱼忽然一声大喊 黄熙公主 刚才我们可是结盟了 你也是猎妈组合的一员了 此时不一起除掉隐患 更待何时 远处 黄熙公主也颇为震惊自己这个姐姐竟也掌握准神迹 又是半神不成 她表情一领 咬紧牙根 这个可恶的家伙 都说了 不要让她乱来了 一切听自己的行动 结果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怎么前脚刚刚结盟 后脚就立刻行动了 哪有这么快的 此时的她 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没准备好 一点准备都没有 当然 目前最没一丝丝防备 最为震惊猛逼 被震得无以复加的 还是神皇半神 她的大脑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心中咯噔一下 猎妈组合 不仅猎的这个妈 是她 反而组合成员 还有自己现在这个女儿 她茫然震惊地看着时宇她们 以及远方猛然面色一变的女儿黄熙 一时间 时宇刚刚说的话 无限的循环重复在她心中 完全没想到 自己的计划 竟然会暴露 甚至两个女儿 已经提前碰面 你在胡说什么? 熙儿 你不会信了她的鬼话了吧? 太阳神皇一下子就慌了 不过更让她慌的是 四面八方 猛然出现众多召唤图阵 后 从图阵中飞出 盘踞天空的巨大青龙重重 龙目蕴含无上威严 宛若空中城池的超级战舰 也缓缓露出身形 半空中凝聚而成的水使莱姆 无限巨化 变成张开巨口的吞噬大魔王 还有从召唤图阵走出屹立于大地 逐渐变为世界之术的参宝宝 翁 领的祝福之风 速速的近海契约 参宝宝的世界之恩 赤童的诸仙剑阵 再加上十一的阴阳末盘 以及青龙重重的四圣领域 四道准神纪 两道信仰纪的压迫感顿失而起 直接让太阳神皇 再次呆滞 感觉自己在做梦 这都什么跟什么 这个家伙 召唤出了一群神吗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随着多重规则之音的响彻 信仰之力的弥漫 太阳神皇甚至来不及判断参宝宝 赤童 领他们 根本并非半神 就猛地被这一堆规则之音震住 刻板印象中 掌握准神纪 就是半神 十语一下子召唤出四个半神 这谁顶得住 这家伙 是什么怪物 未来女帝 也是被这震撼的阵容惊住 看到那只战胜了冰皇的参宝宝变成另外一个世界之术形成 并且绽放规则之音 以及看到他身边一个个同样可怕的同伴 他差点停止了思考 昔二 祝我 太阳神皇这一刻 可以说是彻底耸了 他有点后悔 为什么刚才没有帮助金鹏半神一起对付十语了 如果是那时候 起码还能捞个半神盟友 结果现在 就只剩下了一个女儿 甚至 就连这个女儿 能不能站在他这边 也不一定 不过 他现在也只能试一试了 昔二 你是相信我 还是相信一个外人 此时 黄熙公主表情不断变化 最终 气息开始节节攀升 轰 八个硕大的金色召唤图阵 代表传说级的标志 出现在了他四周 正如黄熙所说 他随时可以突破 只不过 还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和太阳神皇撕破脸皮 此时 见到十语这么强的阵容 他知道 自己必须有所表示了 就 除了未来女帝外 他的多只霸主及凤凰 也是在降临瞬间 突破至图腾及 达成了全员图腾的成就 神皇伴神异经 传说级 开什么玩笑 你是谁 然而 面对太阳神皇的球员 突破女帝却这样道 直接差点让神皇伴神两眼一黑 心梗至死 从知晓你野心那一天 你就已经不是我的母后了 何况 我弱小之时 你也从未尽过身为母亲的义务 说到底 我们这些混血欲寿失 也只是你注入凤凰血脉的人类实验品罢了 神皇伴神 啊啊啊 不笑女 这一刻 神皇伴神心态彻底崩了 眼睛瞪大 气势全部爆发 明白了过来 所谓的猎妈组合 到底是什么成分 另一边 他刚想呼喊国内图腾来助阵 却猛然发现 自己已经被困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结界 整个都陵山脉 都被一个巨大的结界笼罩 青龙 猪雀 玄武 白虎四圣兽虚影镇守结界四方 震撼无比 合作愉快 时雨退到女帝身边 和她肩并肩 微微一笑 我 女帝此时 有苦说不出 感觉自己完全是被这个家伙在推着走 希望这个家伙 真的是好人吧 过去时空 女帝王朝 时雨携手未来女帝 直接在都陵山脉展开了一场猎妈大战 一天之后 整个凤凰帝国 发生翻天覆地的震动 神皇伴神驾崩 意外死亡 拥有神皇伴神最正统选脉的黄夕公主继位 封号女帝 接手凤凰帝国 一时间 整个凤凰帝国陷入噩耗中 无数凤凰族成员不敢置信 众多凤凰族图腾更不能接受黄夕公主直接继位 因为神皇伴神死亡的过于离奇 但却被女帝的八支图腾及凤凰镇压 女帝 直接展现了凤凰帝国最强战力 再加上 这些年来 女帝也在暗中培养自己的亲信 包括身边的凤凰宠兽 都是她从小饲养 他们之后的族群 也直接成为她登基的助力 而此时 直接让凤凰帝国换新天的罪魁祸首 已经来到了凤凰帝国的国库 哀 打架时候挺狠 到最后 结果还是没忍心下狠手 进入国之秘境时 石鱼忍不住吐槽女帝 一番战斗 她们只把神皇伴神打死一次 待她通过不死果实复活后 还是和历史上一样 女帝选择了将她的死灵封印在一个传说遗迹 至于伴神尸体 也被女帝拿走 至于石鱼 则是按照约定 可以自由拿取凤凰帝国内的一切资源 见识了石鱼的实力后 女帝也不可能反悔 毕竟这一战她的血脉被压制的情况下能够胜利 主要出力的 还都是石鱼她们 这也就代表着 她没实力在石鱼面前反悔 全城被迫登基 甚至让女帝产生自己就是一个傀儡女帝的错觉 也不知道让猫老师看着的那个凤妈过得怎么样 要是她知道另外一个时空的自己 还没出手就被联合狩猎 会是什么表情呢 进入国境时 时雨感慨 原时空的不死鸣凤 她在穿越前 封印了起来丢给了宝石猫看着 毕竟多带个图腾穿越就多分消耗 她尽量没有带累赘 不过 原时空的不死鸣凤是累赘 但是她的记忆 却是好东西 根据不死鸣凤的记忆交代 这个时间段 凤凰帝国还没有常年陷入战事 凤凰帝国的绝大部分资源 还都存放在古都凤凰城的国之秘境 并没有被不死鸣凤转移走 像什么不死果实 扬言花 便都还在这边 正常来说 凤凰帝国的国库 只有不死鸣凤以及被她许可的亲信可以打开 但耐不住 使与他们在不死鸣凤本人那里得到了开启方式啊 好了 进来了 轰隆隆 空间震动 使与他们一起进入了帝国秘境 嗷 吴 依 咪 宁 嗯 使与他们的努力下 直接在凤凰帝国最混乱的时候 摸进了凤凰帝国的国库 使与身边 跟着一个个鸡肠碌碌的宠兽 尤其是十一 明明才吃完一个传说资源 但连续跟两个半神战斗当主力 此时还是又饿了 他倒要看看 凤凰帝国的国库内 有多少好东西 进入硕大的国库后 使与直接念力横扫全途 随即 心中惊喜 六个传说级资源 三朵蕴含太阳力量的杨岩花 另外三个 都是图腾级凤凰族的心脏结晶 分别是风 光 冰三系 一个神级资源 是不死果实 还好还好 虽然高等级资源不多 但是八级级以下的资源 涉及各个属性 种类 应有尽有 这下子 我们即使只取走小部分 短期内 你们也都可以饱餐一顿了 主要是这个不死果实 石宇进来后 在这个宛如凤凰山脉一样的秘境中 看向了一座山峰上封印着的一颗不死果实 正是他吃的那一颗 石宇看向了身边的宠兽 我已经吃一个了 这个 你们谁吃 鸣鸣鸣 众多宠兽猛然看向了餐宝宝 餐宝宝一愣 伸出白色手指指了指自己 众宠兽点头 死一次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果实 肯定是死了也能轻松复活的餐宝宝来试水啊 作为交换 平常多做点饭就行了 就是不知道 餐宝宝吃下不死果实后 会变成什么样 PY 夫君何故出逃 我叫林北 因为算命先生说我纯阳之体 林根极佳 命中有节 容易被女修士惦记 死于非命 所以我便装了18年 世人都以为我是美人 但是就在18岁的那一年 魔教教主抢我入魔教成婚 传闻 魔教教主是一个无恶不作 血腥残忍的大魔头 那一天 我撞破了魔教教主的女儿身 她竟然是个女魔头 世人竟然都不知道 夫君再看 我就把夫君的眼睛给挖出来哦 女子笑叶如花 多女主流作者 新人新书 求呵护 我们再看